很自然地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Stanley是一個大哥哥 其實我私底下都很喜歡跟他 我又不會好像很尊敬他 好像Lokman有個威嚴 好像Lokman隊長一樣 很小心說話 但對著他就很喜歡跟他一起搞怪 我們常常看私底下都跑來跑去 打打鬧鬧 昨天才被粉絲見到我們 我衝過去捉住他 捉回到別處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本身 不知道為何有這樣的默契出現 可能公司見到這件事 就覺得我是哥哥 他是弟弟 就開始多了這樣的組合出現 應該這麼說 始終12個裡面 他是屬於比較大頭蝦的人 所以我有時都會 可能反了靈 又幫他靜一下 不知哪裏又幫他靜一下 希望你不要經常大頭蝦 我不戴頭蝦 怎要你自己 嘩 這句 其實那個是 因為本身之前都有說 因為我之前出道之前 比賽的時候有粉絲叫我追蹤 現在可能支持的人多了 就有些聲音說 為何你追蹤他 不追蹤他 我就很擔心有不公平的現象 那我就有時候會看樓蝦 我就一次過這樣清晰 那就方便一點 我不會特意說 我要去再選哪個粉絲 不追蹤他 我可以證實他 我們另外11個男生 全都被他不追蹤了 然後再追蹤 所以他是 即公平 就只是想追蹤朋友 或者前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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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TORONTO